接下来请继续收看 创意比财尽在运通 全国投资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 标股特派车 我是网民松 带你轻松 做大钱 今天早盘一度大跌69点 六十几点 中场涨四十几点 也就是高低点 价差超过一百点 我相信今天 还是没有人敢买股票 因为怎么样 英股脱欧 美股爆跌 大家都创意诞 对不对 今天涨46点 还是没有人敢买 为什么 每人是在创意诞 我先贪 但起来 但 起来 但我不敢 你还要帮忙 你还要烫股票 真的 是烫股票 为什么 可以烫股票 请问你告诉我 昨天是你的大跌 请问你还没有占尽便宜 如果这里不敢买 那我想问各位 哪里你才敢买 这最低点 那为什么我敢买 很简单 因为在崩跌之前 我已经告诉你 行情会怎么走了 对不对 如果你知道 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你会不会 做 你会不会害怕 你就不会害怕了 对不对 这是6S药 如果你知道 高点在哪里 压力在哪里 未来该怎么做 格局是什么 你会不会做 你会害怕 你不会害怕 台股量 顶多强势整理 故 大跌也要买 那我想问各位 现在不是买点吗 昨天大跌 今天大跌 不是买点吗 是嘛 对不对 可是在还没暴跌之前 我就告诉各位了 但是 在在还没大跌之前 都在涨上来的时候 我没有叫你去追高 我没有叫你去追高 因为这里是高点 有没有 还没崩跌下来的时候 我甚至直接告诉你 要直接挑战八千七 恐怕很难啦 那你就开始说 老师你没准你没准 有什么 21号我跟你讲 八千七要挑战很难 隔天马上创新高 站上八千七 老师你没准啦 请问 我有没有改变看法 没有啦 我的看法一样啦 你知道高点在哪里 你也知道压力在哪里 所以说你会去追高 你绝对不会追高 所以说这个叫做整理盘 建议都以价差操作为止 高点你知道在哪里 压力你知道在哪里 该怎么做 什么样的格局 你都知道了 那我想问各位啊 跌下来也还不害怕 你当然不害怕 跌三百点 有吗 会买会卖 会做价差 就算大跌也不怕 为什么我害怕 因为我在做价差 我最希望出现这个 对不对 可是你们看到什么 驾到买死对不对 驾到屁屁杀对不对 因为啊 全球股市都傻眼了 因股脱欧 两兆美元飞了 大家吓得半死 对不对 最恶劣的情况 最恶劣的局势出现了 有没有 你看那都是利空哦 欧美股市重衰哦 重衰完 昨天晚上还是重衰 对不对 恐慌只是狂飙啊 请问你告诉我 你敢不敢卖 你敢不敢卖 全市场都刷在等了 我是坍起来等 有没有 老实说有没有 别人看到利空 我们却看到买点 别人看到暴跌 我们却只看到标股啊 我带你买 跌300点那天 我敢买 那个人叫做神经病 如果不是神经病 代表他非常有把握 为什么敢买 六月份第一个冲心高 这你也知道要头前 看这嘴嘴的 算好几趟 最后一次在你卖掉 是在这里啊 有没有 卖掉为什么这里卖掉 我没有卖最高点哦 卖掉隔天创新高哦 卖掉的 卖掉的隔天创新高 你有没有跟着卖 我不知道了哦 卖掉之后 跌下来为什么你敢买 为什么敢买 因为因骨脱欧啊 美股崩盘啊 没人敢买啊 所以说会在这个时候 买股票的人是神经病啊 不然就是非常有把握 暴跌三百点 崩盘三百点 敢买的都是神经病 我就是那个神经病 大跌买进多单 6月17日 礼拜五买哦 崩盘哦 没人敢买哦 礼拜一盘中大跌90点 逆势狂飙 逆势狂飙 有没有 市场上来 不好意思 今天你配一块的现金 马上让你塞在口袋里面 先把它收起来 先入库 对不对 让你拿回来 喝凉水 好啊 头盘三百点就拿出来了哦 好 因为你知道 我要在做价差啦 那你要发现 为什么他会长 因为他已经来到这条线了 对不对 对不对 请问这个是不是 好 所以说为什么 不是把先锋剔除掉 而是把8038的 长元柯剔除掉 这样就很清楚了嘛 因为他早就破线了 对不对 有没有 好 一样的道理 6月24号 礼拜五 大跌三百点 敢买的人 叫做什么 神经病 节目上公开预告 这里我敢买 你敢吗 你礼拜五看节目 我就跟你讲这个 你礼拜六礼拜天 看节目都是重播 所以说 你看到我跟你讲什么 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 因股脱欧 恐慌指数标到最高 全球股市中盘啊 就在礼拜五当天啊 对不对 对不对 请问你们谁敢买 专期留下一个人 敢买股票 对不对 只有一个人敢跟你讲实话 我还是要讲啊 当别人看到利空的时候 我看到的是买点 因为我在做价差 当别人看到暴跌的时候 我看到的是标果 请问谁敢买 重点不是我敢公开预告 我敢买啊 而是因股脱欧 利空刚出来 难道我不怕 礼拜会崩盘吗 那只有一个原因 就是我非常有把握 所以我会带你买 有没有 老师 人们都用共的哦 人们都用尾画一条线 画一个箭头 就说他买哦 我们是拿出证据啦 把握杀完之后的买点 请你盘下买进 当天大跌啊 没有人敢买 我买 6月14号 跌300点敢买的人是谁 是谁 你还会觉得我是神经病吗 今天你还会觉得我是神经病吗 昨天台股暴跌 他拉长红 大涨 今天早盘台股暴跌 他连低点都没有 直接喷出 又狂飙11.9% 又多赚了一趟 老实讲啊 到底赚了几趟我也不知道啊 那算不出来了啦 对不对 我还需要跟你数掌停板吗 老师啊 一贪这么多 这个我还没算破断单哦 我还没算破断哦 破断单哦 我还需要跟你算多少钱吗 老师啊 你贪最多不是这支啊 我知道先锋啊 搞不好先锋都输他哦 又多赚了一趟 你有没有马上最低点 你有没有买在最低点 你有没有买在最低点 你有没有公开预告 我不是只有带你买而已 我买我要告诉你 为什么台股会涨 为什么会涨 再来啊 你们老师要跟你讲哦 英股托哦 全球股市崩盘哦 要观望对不对 要观你个大头鬼啊 全球股市 全球市场的资金非常宽松 这个我们都知道 这个不用讲 这叫废话对不对 那大家都很清楚 全市场的资金是全满为患啊 那为什么指数不会涨 为什么大家不敢买 第一会怕 第二再等 那全球股市资金超级宽松 前满为患 台股的成交量啊 却更低 代表什么意思 钱都没进来嘛 前满为患 可是钱却没有进来 代表行情不会结束啦 那既然不会结束 代表英国脱欧 这只是突发性利空 对不对 会不会因为英国脱欧 引发全球啊 另外一波加码 扩大宽松的政策 我告诉你 肯定会 这就是另外一波的资金狂潮 如果你不懂得把握行情 你是赚不到钱的 啊刚才你就开始在讲 老师啊 你理解哦 摊这么多 搞不好已经超越先锋了哦 那就要比较一下 我们带你买的 绝对不是这种车 一定是会标的车 对不对 那什么叫会标的车 5349先锋 汽车电子之王 我不是多说啦 我不用够说啦 说过够说的 底部起掌 3月17号带你买 3月17号我买先锋 我买股票 从来不是用嘴巴讲的 从来不是画一个箭头 从来不是拿一个江坡土的K线 或者是单日的走势来告诉各位 绝对不是 那都是骗人的 我们不只要大赚 还要赚得比别人多 还是要真正赚到 对不对 3月17号带你买 因为底部起掌 我们哪里买的底部 在这 3月17号 一路标到4月6号 请问有没有大涨 请问有没有狂标 请问有没有让你赚到快翻掉 赚完了吗 我还是要强调一遍 不只要大赚 还要赚得比别人多 那赚得比别人多 不是每天都要强调一遍喔 不是每天都要赚肥标 每天都要收集股票 你每天都要乱枪打鸟 整支手 满手股票 你真的有赚到钱吗 还是老老实实跟我们做几档股票 真正会标的股票 精选标股 真的让你一档接一档 所以说你看我节目啊 我们股票很少 但是很会标 我不需要带你买一大堆股票 有没有 好 4月12号 下来我带你买 我节目上公开预告 4月12号 车店王5349先锋口袋 持续加盟百进 启动二度飙车 好 买完之后 4月12号喔 买完之后 就从这一天一路飙到4月21号 买完飙到4月21号 狂飙六七成获利下车 有讲啦齁 节目上公开预告啦齁 你看节目都大赚啦齁 4月21号 获利出新 好 为什么要出新 4月21号 飙到波段新高 狂飙六七成 4月21号 先锋喷出创新高 获利出新 这样很简单齁齁 请问整段行情没有赚到 你不只赚 你不只大赚 你还赚得比别人多 对不对 这样就结束了吗 当然没有啊 你都知道啊 它是我心目中的No.1 它也真的是No.1 我卖掉 有没有冲心高 冲心高 冲心高有没有关系 老红坛 我不需要卖最高 当它股价跌下来的时候 请问你告诉我 当你还在研究它为什么跌的时候 我们在老早 在4月21号就卖掉 对不对 跌到5月12号 我怎么告诉各位的 隔天 当天晚上 利空出来了 请问你告诉我 你又被砍到最低点 5月13号 杀下来 你会不会卖到最低点 你应该不会卖到最低点 因为你卖你在 4月 再看一次 你会在哪里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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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在4月21号 这一天把它卖掉 你会在4月21号的最高点 这一天把它卖掉 那不是最高点 那不是最高点 再讲一次 4月3号卖掉 因为卖掉之后 3天后到创新高 所以我不是卖最高点 卖掉之后 跌到5月13号 我才能买回来 你会不会砍到最低点 那为什么你会砍到最低点 很简单 因为你不是我的会员 就这么简单 好来 5月13号 先锋 杀够低 杀到够低 够便宜 请此处买回多单 那此处是哪里 你自己去兑时间 我没有时间浪费时间 你去看它是不是最低点 如果不是最低点 我敢跟你保证 它一定是在最低点的旁边 当你又买在起标点 你就会有标不完的车 对不对 你买在这点 跟买在这点 跟买在这个点 没有什么两样 整个大波段的最低点 你掌握到了 你就是要赚波段 你就是要赚波段 你就是要赚得比别人多 是不是这样子 就从5月13号标到5月31号 把它颠倒了 5月13号标到5月31号 基务会长停板 全部获利出清 节目上公开预告 有没有 5月31号 全部获利出清 先锋 请问 你有没有赚得比别人还多 请问 你要赚得比别人还多 需要买一大堆股票吗 不需要 那为什么你可以赚这么多 很简单 因为有人带 因为有人从旁协助你 所以说你才有办法赚这么多 你才有办法掌握每一波的转折 你自然能够当一个快乐的飙车手 那我想问各位 那这样子 有没有赚得比例还多 恐怕 没有 因为坐驾差 要赚更多 所以说如果你真的不知道怎么做 没有关系 用最少要钱 请最厉害的人 帮你赚大钱 只要你愿意把手伸出来 给你最大的帮助 用最快的速度帮你翻身 带你买标股 转大波段 进广告 好 头痛 请用五分珠 吹吉他 请用吉他五分珠 五分珠 好 好 精准提供第一手的讯息 掌握最完整的研究报告 所以市场最强的主流谱 让您买的安心 抱的放心 赚的更开心 特派出热线 02-8101-0600 02-8101-0600 02-8101-0600 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施的各种生命 所以休假时我喜欢感觉一切嘈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着片刻的迷迹 Choose your online 额排气密窗 台湾要和世界做争议 需要更多的好朋友 当其他国家都在签自由贸易协定 我们当然不能缺席 台湾走出去 经济更有力 外资走进来 产业更升级 Thank you 加入区域经济整合 再创台湾经贸奇迹 欢迎回到现场 想清楚谁可以帮你赚到钱 再强调一遍 来到股票市场 每一个人都要赚钱 既然要赚钱 就要赚得比别人多 但是绝对不是每天设飞标 每天买一档 每天掌停板 没有这种东西 我们在股票市场比的不是谁的 掌停板比较多 要比的是谁最实在 谁赚最多 掌停板不是拿来数的 是拿来赚的 对不对 我们给各位的是百分之百的实战 我们给各位三大保证 保证代金代出买到卖掉 保证九八蛋 所有操作里面有金 你收到什么的一模一模一模一样 保证操作一定没有公包单 保证没有 全部都是会员的操作 所以说你是看到买到赚到 所以说我们一定是事前预告 有买有卖 但是你不能叫我全部都拖光光给你看 不然参加会员呢 为什么要花钱参加会员 对不对 很简单的道理 真正好的老师总是能够帮你找到 当下最会标的股票 让你赚最多 对不对 那怎么样才能赚最多 很简单 刚才我讲过了 不是没有行情 只是你没有掌握到 只是你不知道高点在哪里 只是你不知道现在的行情会怎么变化 如果在底部 我带你用力买 一路买 天天买 对不对 可是指数涨上来 我叫你做什么动作 我叫你做价差 这不是必然 但是现在你一定要这样做 这样做的目的是要累积实力 当真的大行情来的时候 你会有更雄厚的资本 去赚大波段 对不对 好 那既然如此 就没有行情好坏的问题 可是为什么 每一个人都说行情不好 从四月份到现在 没有人说行情好的 四月份大家都说行情不好 我们从三月十几号标车标到四月十九号 标了一个多月的车 但你标车标到外太空 有没有 标到外太空 这开始有人说车概股是主流啊 真笑的对不对 我叫你卖股票 四月十九号这天 我告诉你这里要卖股票 四月十九号这天 我告诉你这是四月份最高点 我叫你卖股票 看节目的 请问你告诉我 我有没有事前预告 我就在这一天崩盘的前夕 这是最高点 四月份的最高点 我叫你卖四月份最高点 四月十九号 有没有 凡走过必留下痕迹 凡事公开预告 如果你知道未来的行情会怎么变化 你会怎么做 照做崩盘 避开崩盘之后我带你买 请问你告诉我 跌完了吗 那为什么我敢买 我既然可以领先市场知道哪里是高点 我就有办法知道哪里是买点 但是在买点出来之前 一定有股票会先喷出 所以说我一定要提前带你上车 所以说我五月五号买 我五月六号买 然后放长假 回来 我继续买 就从五月五号一路买到五月十三号 所以说勇敢布局 赚的当然比涨停还开心 涨停不是拿来数的 我再强调一遍 是拿来赚的 我股票不用涨停板 不用天天涨停板 你也可以赚得很开心 为什么 重期 五月五号台股还没落底 我跟你讲它底部起涨 有没有 有没有 一大早就买 然后咧 我们再看一下台股 你会发现台股两个礼拜都没有涨 半个月以上都没有涨 有没有 是半个月没涨 是半个月都没涨 可是重期咧 重期却飙翻天 我总共操作五趟 五趟全部赚钱 有赔到任何一趟随时来要钱没关系 有赔到任何一毛钱随时来要钱没关系 这就是我的God 好不好 同时 车王 探10基上你买获利出清 5月31号 我卖掉 有我的原因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 好的老师 总是能够帮你找到当下最会标的股票 我是不是 我不是每天在带你买股票 我不是每天都在带你设飞标 我如果没有办法把股票卖掉 我怎么带你去买下一档股票 还是每天设 不是嘛 5月31号 因为六位新车买性 你知道我在做什么 我在做价差 我不多说 买完 大涨 隔年涨平板 超空大涨 三天二十一趴 那贪穩的 有什么 那就是二十幾趴了 对不对 接下来我带你做加码的动作 盘下加码 加码完收盘就赚钱了 隔天拉高 远古不动 卖加码单 多赚半个放口袋 卖完 卖完就下来了 价差出来了 隔年压低再买回 买回再盆出 请你再卖掉 我贪得很欢喜 那前几天买回还没有赚 今天又除息一块钱 又多赚 利用价差 操作 创造加倍活力 利凯也一样 最低点 没有人看好我买 十月十五号买进 那不多说 四天时间飙三十二趴 我们在四月二十号带你卖掉 有齁 有齁 十月十号卖掉 后率出新 然后 三十三块买 拉尾三十二块买 拉材三十三块买 一路喷出 十六位嘻哈 别人在歌功颂德 我叫你把它卖掉 有没有 买买买买买 然后卖掉 然后呢 全球股市黑色星期一 端午变盘 股位双杀 台国爆得179点 上礼拜卖掉 这个礼拜买回来 那个礼拜买回来 买完 当天买完马上飙车 暴跌179点飙车 飙完车 可能喷出 卖掉 卖掉之后可能创新高 如果你不想追高 你会怎么做 跟着做 卖掉 那重点来咯 股票不是跌了就可以买 是跌完才可以买 那什么时候跌完 很简单 银银骨脱欧 台股爆跌300点 跌完了 跌了一个多礼拜 这里我敢买 你敢买 节目上公开预告 我买 买 买 买不是用嘴巴讲的 又狂飙11.9%了 到底贪多少我也不知道 你自己去算 我去算了 我不需要跟你数掌停 你要赚的是大波段 有没有大大大波段 有没有赚的比别人多 你自己去算 那 如果你真的不知道怎么做的 你又想赚的比别人多 你又想买在起标点的 没有关系 如果你真的不知道怎么做 用最少的钱 请最厉害最专业的人 帮你 赚 大 钱 一样 给你最大的帮助 只要你愿意把手伸出来 用最快的速度 帮你翻身 带你买标股 赚大钱 祝你超顺利 明天见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就要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 毫无知风险 机上盒让电视有无限可能 现在申请 还有数位机上盒免费优惠哦 数位超一亭 生活更happy 金姐能提供第一手的讯息 掌握最完整的研究报告 所以市场最强的主流服 让您买的安心 抱的放心 賺的更开心 特海出热线 02-8101-0600 02-8101-0600 坑达头部网站 每日提供即时专业研究报告 邀您锁定浏览 您投资最佳的选择 坑达头部速播02 02-8101-0600 02-8101-0600 02-8101-0600 头痛 请用五分珠 吹吉他 请用吉他五分珠 五分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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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都 超值优惠 双小炮 新时代光线标网 加数位有限电视 平均月付真的只要690 加一点 再送数位有限电视 三个月 多热波机 同步无线上网 全家吃大宝 免装机费 设定费保证金 再送WiFi分享器 和数位机商盒 零八零九 零九六 一一一 零八零九 零九六 一一一 限时优惠 先抢新银 HyperNet YourNet 老公 又在找房子了 對啊 不然等投资客來看一下 咱們就永远要變成五可包 別擔心 報紙上說 房地合一課税新制 又實施了 尹無吐司